10月28日 以著名豹人和作家扎良庸为主题的展览金庸展 在上海市上海图书馆东莞正式揭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上视频致词 李家超表示 60年来 金庸是华人社会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 金庸文化对文学创作 影视娱乐和流行文化的影响深远 金庸祖籍浙江海宁 曾经在上海居住和工作 与华东地区有着不解之缘 希望观众可以透过展览 细赏金庸的非凡一生 并细为其作品中蕴含的爱国精神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属理主任劳一鸣介绍 此次金庸展筹备近两年 展出展品约300件 当中大部分皆是首次在内地展出 包括珍贵手稿 报刊 出版小说 影视素材 以及金庸曾用过的文具 印章和棋盘等私人物品 以此展示金庸的早期事业 小说创作历程及其作品 对流行文化的影响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为了庆祝这重要的时刻 我们特区政府驻户办特意在上海举办金庸展 希望可以让上海的民众重温金庸传奇的一生 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介绍香港独特的文化艺术 促进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也是金庸先生完成他最后一部武侠小说 《鹿顶记50周年》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在上海举办金庸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悉 为配合展览 上海图书馆亦借出珍贵馆藏 包括金庸祖父扎文青的乡式珠卷及会式珠卷 以及扎氏家族的祖谱于展览中展出 展览亦亦同时展出多名香港艺术家向金庸致敬的艺术作品 展览期间 住户办将与上海图书馆合作举办多场讲座活动 介绍金庸的生平和著作 于周末在展览现场演奏经典金庸影视金曲 除此之外 住户办一计划举办金庸主题电影展 展映多部金庸相关电影 旨在从多方面展示金庸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造诣 以此向金庸致敬 该展即日起正式开放至12月11日结束